品銷貨報大樓電梯故障 民眾卡在裡頭動彈不得 手指破壞器材把人救出 你會稍後要送還可以嗎 稍後再回報 稍後再回報 夫人看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救護人員趕緊對她CPR 但對方上半身被電梯夾困 傷勢研究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搶救三小時宣告死亡 救護車來 有消防車來 好像好有很多步 有應該是電梯路上 9號上午11點多 新北板橋這家輔具行 發生驚悚意外 警銷和時間賽跑 豁速把夫人送醫 當時70歲王先生老闆娘 搭乘電梯送報表上樓 疑似機械故障往上升 電梯房夾裝置沒有啟動 導致她半身卡在二到三樓中間 脫困後仍然傷重不治 檢察官下午香菸 私的家屬低調不願多談 但負責維修電梯的廠商 被過失致死罪寒送 另外公務局事後調查 扶具行平面圖沒有設置升降設備 老闆也拿不出電梯許可證 任地貨梯違建 對店家開罰6萬元 本來你假設說公司負責人 沒有取得這個許可證 就開放員工去使用 導致致死的話 這就有過失致死罪的問題了 店家架設貨替卻沒申請 即使每兩個月包養維修 仍造成意外害死老闆娘 公司貪圖方便 卻酿成一死 記者黃天耀 魯雨昕 正報道 小明達哥